HELLO HELLO 2020年3月10日 各位萬味早晨 歡迎來到今天第三節的萬味早晨節目 今天的三節是會一起出的 所以如果你看到這條影片之後 應該還有兩條影片未看的 記住好好運用 畫面右上角的i字在一個圓圈那裏 按一下就會有連結出來 帶你去另外兩條影片 另外兩條影片是什麼呢? 第一條是關於Marchier 第二條是關於Buno 弗蘭迪斯 這條是關於雲比薩卡和恩哈勒 亦都會講一下我們的 萬味早晨的球迷的高見 首先我要回到 因為有一篇MIRROR的報道 寫雲比薩卡如何 將史特寧 在一篇Marchier裡寫得很好的 我都要重複 其實這場不是第一次 雲比薩卡把史特寧完全藏起來 之前都已經有前科 好了 MIRROR就這樣說 雲比薩卡是否真的值五千萬磅的身價呢? 他就說 其實在這場球 的表現 雲比薩卡的表現 令到一個人都很苦惱 那是誰呢? 那是英格蘭國家隊 今天穿著英格蘭國家隊波衣 收夫機 因為雲比薩卡的表現這麼厲害 其實也要考慮一下 大家不要忘記 史特寧 對著曼聯 一動都沒有 就是Déja Vu Déja Vu 是法文 那時候我跟摩魯學 我第一次聽摩魯說 我真的見過 Déja Vu 對著雲比薩卡的時候 史特寧就是這樣 表現是失色的 其實上一場球 在12月的時候 對著 Ithiatt 不 Ithiatt 就是我們作客 的時候 我們贏2比1那場球 看看 對了 雲比薩卡也把 Stirling 放在他的口袋裡面 In his stole in his pocket 很多時候 這是一個英文的用語 當一個後衛 完全地封殺了 或者令到那個 前鋒一動都沒有 我們就說 Stirl in his pocket 即是放在他的口袋裡面 其實這個形容詞 我們都聽過幾次 包括什麼呢 Sala對著我們 那時候的楊格隊長 將他放在他的口袋裡面 現在 雲比薩卡 也是成功地 將史特寧放在他的口袋裡面 即是搞到他一動都沒有 簡單來說 OK 究竟史特寧是很累 還是永遠 實際上雲比薩卡 好像永遠都快他一步 無論在心態上 或者在體格方面 可能都勝他一籌 究竟是怎樣 我們不知道 但是我們在球場上 看到的 永遠一對一的時候 雲比薩卡 都是贏了史特寧整條街 OK 當然 雲比薩卡 在這個狀態 其實都一段時間 其實他每一次下場 都踢得相當不錯 亦都令到 很多歐洲的前線球員 可能覺得 對著他都幾難搞 尤其是打左手邊那些 所以 他絕對是 有個 有因 令到修夫基 要想一想 究竟英格蘭是否需要他 但是 相反來說 修夫基 在右襲 或者右翼衛的選擇方面 確實有不少 包括 包括 利物浦的 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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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曼城卡 阿諾 還有馬體的 Kurian Trippier 這幾個都是 英格蘭右閘的 可以入選的人選 但是 畢者 就說 雲比塞卡 絕對應該是 有份 他的表現 又很穩定 又是水準相當高 OK 防守方面 其實 沒有幾多個 有後衛 就像這位22歲的 麥比塞卡 那麼好 尤其是 在一些 攔截方面 作一個最終的決定 去做一個攔截方面 這件事 真的是他很厲害 我記得他去年 今年又不知是否 去年也是 在英超來說 作出最多攔截的一位球員 但是 他現在 除了 表現到他 成功地封殺了 除了史達寧 這個防守的本質之外 他進攻方面 亦都表現到很多 給大家看 因為萬元現在是右手 基本上整條線 都給了他踢 我不看那片 我自己說 都是給了他踢 所以 一定程度上 我們作為萬元球迷 亦都一直跟進著他的進展 其實 他的進展其實都不錯 其實一路慢慢慢慢 他都是 在進攻方面 讓我們見到進步 現在很多時候 自己一個人落底 在右邊落底線 或者有時都會跟隊友做一個 1-2 或者一些疊碼式的作攻 overlaping 其實都開始就比較成型 甚至乎出球 但是出球的時候 我想 始終是欠缺了一個 好的拍檔 所以 我們下一位 講的球員 欣哈路 如果他踢得好的時候 就會令到無論是雲比薩卡 或者左手邊的 蘇爾或者Bandon Williams 出球都會好很多 為什麼 因為在禁區裡面 真的有一個目標 他們可以 跟著目標去傳球 不是現在 我們在上一節都講過 很多時候他們傳球 都不知道傳到哪裡 因為 例如 布奈奴站在禁區頂 他又不知道 但是 老實說 我們一月的兩個收購 布奈奴法蘭迪斯 和欣哈路 或者伊加路 其實對於我們邊線球員 其實都很重要 因為 上一節就講過 布奈奴法蘭迪斯 會在湖路頂等球 即是傳出去 他就可以射一些禁區邊的球 其實他都頗好把握 所以真的傳給他 另外還有選擇二 就是當欣哈路在這裡的時候 他就會站在一個正式的九號走位置 即是小禁區裡面 你只要傳球給他 去到一個漂亮的位置 或者大家 如果大家 夾多了之後 大家知道 大家的尺寸是哪裏 其實也是很大機會造成入球 所以這兩個球員來到 其實正正就是因為 正正就是會令到我們 希望兩邊的邊線 入球的機會多很多 首先 講完 我們萬迷高健那裏 有位萬迷就稱讚 雲比薩卡 雲比薩卡明顯是很努力練習過進攻 有一球在萬城禁區 扭過兩個人 很精彩 可惜全中的質素 就未能造成入球 剛才也說了 雙負雙城 慢慢當欣哈路再融入我們 更多 大家都知道 班奴弗菲林迪斯 在腹路頂的時候 他們的傳中一定會越來越好 另外 講回欣哈路 另外有幾位萬迷 我對他的評價 講了很多次 用一個 他是一個很九號仔的球員 已經很貼切 不過有朋友 他就描述得更好的 給我 這位就是萬迷 其中一位萬迷講 他說 欣哈路後面那幾分鐘很厲害 就是他後面 最後才出來 你看到他的樣子 他都很開心 很興奮 踢到人生第一場的萬事打比 他都很興奮 他就說 他做九號仔 背身拿位 真的很好 最後那球都是因為 他背位給球很厲害 欣哈路這類球路的球員 很適合現今的萬聯 比努卡古更適合 證明了他個人的 但是他本能始終不是頂級 但做替補作弱的作用很明顯 欣哈路很棒 雖然他落場短短十幾分鐘 但幫忙控制到節奏 第一腳控球 有板有眼 又是講比努卡古 這兩個漫迷 兩個都是這麼巧 把他和努卡古比較 如果我們萬聯打主攻 出欣哈路會很有用 部署成功 是因為我們不怕B6的原因 希望隊藥隊都可以 出現在路打前面 做到停球 和打出進攻足球 所以這就是欣哈路 令到我們的改變 另外 說真的 在這三節 即是今天這三節 以及昨天那兩節 乘機數一數 Terry 昨天第一節就是 拍大巴角度 有些新朋友可能不知道 拍大巴角度是什麼 就是拍大巴隻我 看完一場球 之後 我就會放下一些要點 那是即場的反應 即是看完完場之後 拍大巴的即時反應 叫做拍大巴角度 昨天的第一條片 我現在看看 待會做回的時候 看看有沒有上高 把連結出來 昨天的第二節 就是 我看完一場球 看了一些其他跟進報道 消化完之後 再出了一條片 就是講究竟 我們應該怎麼走呢 這個就是第二條片 今天 現在同一時間 會有三條片 繼續要好好利用 右上角的 i字 去找一些片 一按一按就會找一些片 第一條是講Marchier 第二條是講 潘奴分蘭直司 第三條就是你們現在 正在看這一條 OK 講了那麼多條片 都主要是講一些好東西 但是 我們曼米早晨 都不是一面倒的 也有些朋友 在留言 留了一些關於這場波動 都發覺有些問題 還有 要繼續跟進 去繼續進步的一些事情 現在就跟大家分享 他就說 因為剛才說到 就是欣喀露和盧卡古 有些朋友 我覺得他寫得很值得 說什麼 他說 關什麼事 盧卡古 怎麼說都是球星 叫他好像欣喀露 幫隊友製造機會 他自己心藏 功與名 很難 欣喀露剛剛好有這樣的實力 又不出名 這樣就做到 難道叫盧卡古 做長期後備嗎 其實 他寫得很值得 但是 我覺得是很 將現實反映出來的 因為老實 盧卡古 夾著一個這樣的 新價 轉會費 你叫他做長期後備 其實又真是 我想蘇斯卡查 也受不了這個壓力 說真的 或者其他領導也受不了這個壓力 所以 很有趣 我們真的有很多高手 在漫迷早晨 他們 最重要的是什麼 他們很肯留言 這件事很重要 其實 講到最後才說 有一件事又要多謝一個人 OK 其實 另外一位朋友 就說贏得很驚險 換人又遲 換人又不知換什麼 蘇瑞換人 唉 球員又毒食 有幾球球交出來 又不交 其實長球 好像我們作客禮物店的情況一樣 可以先落下一球 作出反擊 最後呢 在失多一球的情況之下 那就輸了 萬成 而且 的確沒有上兩季的銳氣 蘇瑞換人遲 都是始終萬幾拍 為何不能夠改善一下呢 這個我們也曾經有說過 如果你問我 有些長次是做得好一點 有些長次是真的不知為何今晚 這個真的要問蘇斯一查才知道 OK 繼續 他說 你說得對 球員毒食已經是萬元的通病 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是名人之星 都不願意配合一下隊友 至於換人 他球員時代 自己一換入就厲害 他叫人上場 即是他現在做領隊 經常說時機遲 即是怎樣 簡單來說 萬元球員 太多有性格的球員 只是想自己 有沒有機會 沒有想對球 有沒有機會 沒有什麼大局觀 普巴天才型 自己懂 不懂教人 看看年輕人 有班奴 看看會不會慢慢改善 剛剛這位球迷說的 正式 我們剛才 大家都有這樣的想法 因為大家都是萬元的球迷 所以 我想大家有這樣的想法 也是很正常的 無論是蘇斯一查也好 或者其他球員都說 班奴 暫時來說 真的對我們的年輕球員 做到一些很正面的反應 而且 不過要影響到他們改變 那些比較上自我 可以叫做毒食 也可以叫做自我的想法 可能需要多一點時間 我想我們作為萬元球迷 一定會繼續監察 尤其是球場上高的表現 最好 因為球場上高的表現 是不能收起來的 他踢出來是怎樣 我們就知道 因為始終 私生活 他們是怎樣 我們真的不知道 報紙說什麼 我們就看到什麼 但是報紙沒有說的 我們就看不到 例如 很多時候他們做了好人好事 報紙沒有說 我們就不知道 很多時候我看到 我都盡量會說一下 但是我想在大球場上高 就真的他們說 真真正正正 我們正式 直接地看到他們的表現 看看這位 萬迷 和我們很多萬迷的 一些 樂觀的願望 我們看到球隊是現在的問題 看看樂觀的願望 是否真的能夠解決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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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做到這件事 其實他真的非常之 非常之 抵抗的收購 可以這樣說 另外一個 萬迷也是說這件事 就是 有兩球 其中一球交出來 不要理由他入 至少有機會 入球 無論馬仔和占士 獨食就是一個問題 我亦都 用了連尼加的說法 講了幾次 為什麼 前副球員會比較 相對來說 是想獨食少少的 這是我個人的偏見 我自己覺得 做前鋒球員 是需要獨食少少的 但是 讀到完全不交 這就是一個 很好的話題 也有很多朋友 不同意 看到 然後 最後一個留言 就是 後防有少許 但大家一人走到一步 互補不足 中前場 努力聚球 前面三叉擊 努力把握入球 全對上下1-3-5-3 殺了萬成 就是一個 概括 就是他覺得這場球 為什麼我們最後贏了 這樣 最後一件事 真的要多謝 就是什麼 有一位 他留言的朋友 他就說自己不是萬迷 但是他就說了幾個 一些關於我們 我們萬迷早晨的 給了一些很好的意見 我們 我現在已經採用了 因為他說了第一點 就是說 原來出樣子是有分別的 很有趣的 我經常做直播的時候 問大家 出樣子有沒有分別 大家都說 沒什麼分別 原來他說出了一點 我覺得我們沒有留意到 就是我們很多時候 看東西有盲點 為什麼我們經常覺得 要多聽別人說話 看多些不同角度 正正就是這個 盲點是什麼呢 我做直播的時候 很多時候在這裡 都是自己人 正所謂 在這裡玩得久的朋友 他們所以 就覺得 其實都習慣了 你不出樣子 沒問題 我們只要聽聲音都可以 但是原來 這位 他說 他離身了自己不是萬迷 偶爾就進來聽聽 但是他很好 我真的很感謝他 因為他就算 偶爾就進來聽聽 都留了一個很長的言 給了幾個很重要的意見 我們 他說了一個很重要的意見 就是什麼 他說 對於一些在這裡玩開的 就是聽開的朋友 絕對 開不開鏡頭其實沒有分別 但是他說對於一些 無厘頭撞進來的朋友 這個就有分別了 因為他覺得很有分別 我覺得 除非你的聲音很吸引 用聲音就已經可以留下的人 如果不是 開樣子 那些人覺得 有個樣子看看 都知道你是誰 除了聲音方面 還有個樣子 去告訴大家 你是一個什麼人 多一個原因去留下 那些人覺得會聽 至少覺得 感覺上真實一點 除了聲音還有個樣子 所以我真的覺得很對 所以我現在盡量 如果可以的話 我都盡量開鏡頭做 但是我想這件事都要講講 我的鏡頭 現在這是一個特別效果 我真的很喜歡這個特別效果 而且我覺得 比較 令我沒有這麼自立敏衝 雖然我都知道 你的朋友說 不是的 你做點漂亮的鏡頭 拍得真 樣子比較好 但是我這件事 我就改不了 我覺得我仍然 堅持會用回這個特效 OK 希望也可以慢慢成為一個特色 我不知道行不行 所以就真的很感謝這位朋友 給了這麼多 他還有另外幾個意見 不過我看看做不做到 另外一些意見 他還講完關於 為什麼別人出片 原來別人出片 都是做了很多 下了很多功夫下去 我暫時就未必下到這個功夫 即是未必用到那麼多時間 但anyway 再次謝謝這位朋友 也都希望 其他朋友真的 我們是願意聽大家的意見 不過真的 願意聽有一件事 但問題實際上 我們做不做也有另一件事 但是 希望各位尤其是 在這裡玩開的朋友 你們的意見很多時候 你們都有說 我們都有聽 尤其是 偶爾撞進來的朋友 如果你看到這段影片 我相信你都覺得這段影片 都OK 那你們如果有什麼 新撞進來 即是第一次看 或者頭幾次看 覺得有什麼可以改善的 儘管留言 不過問題是 我們會聽 我不夠膽 寫包丹一定 可以做到 OK anyway 就是這樣 因為大致上這一節 都是這麼多 都幾長 希望大家喜歡這個玩法 即一次過出三條片 大家又可以運用 那個i字 去找回另一條片 出來看 又或者說真的 說到最後 如果你真的要找回這條片 很簡單的 你只要花一點時間 走去youtube那裏 拍大把的channel 那個page那裏 即那個channel那裏 其實你看看影片 就所有片都在那裏 youtube也都會告訴你 你每一條片 看了大約多少 有紅色的 有條件 anyway 今集就這樣 多謝各位收聽收睇 明天更清楚 因為有些朋友 拍了一些他自己的聲音 我稍後會剪好了 放出來給大家看 OK 拜拜